台語優雅 台語水 最好聽的是台語 阿正先生的報導 故事 歷史 讓你聽到最開心 歡迎收聽阿正先生的報導 我是當牛 我是阿正 是我們上禮拜的董教授跟我們說到的 到底這個蚵仔這個名字到底是怎麼來 聽著名字要複習一下 什麼叫蚵仔 蚵仔 我們說其實它原本就是 當初是早期來的長三公 長一個句 是叫他鄉變故鄉 所以祖青就變台灣 是 台灣的身上他就用一種字來祖青 為這個台青國來的 因為他對有敵意 所以就叫做蚵仔 蚵人 蚵人 就沒關係 我們是他是蚵仔也好 還是只要是 替他青帝國的住民來到台灣 是 就用蚵仔來穿好 特別對那個統治改革的人 是 所以他是特別對那個統治階級 對 是因為不替他 所以叫他蚵仔 那蚵仔是虎仔的意思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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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比較輕 比較輕密 比較小的東西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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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鮮魚嘛 這人就是這樣 你對我賣的時候 我就輸在那裡 人家說自己捏 自己捏 自己捏 就像我們有時候 人家叫分聖節的時候 外生 本生 客人 外生就變負面了 一開始是中生的 所以蚵子是虎人 虎仔的意思 特別是大清國來的 跟芋頭其實不是那種 沒有關係 好 老師 既然蚵子已經釐清了 蚵子這個名字到底怎麼來 蚵子這個名字 它是一個品種 是由中南米酒和高隆部有關 是喔 蚵子 當然它本來是亞生的 這跟您說 是當時在米酒的熱帶地區 由印第安人開始做 什麼時候會傳到五公 我們就說 高隆部發生信貸 尤其農 work 是1492年 我們都知道 高倫布當時 他有辦法去發展新大陸 是因為他有細胞的魯王叫伊莎貝拉 伊莎貝拉這個細胞的魯王 用他的細胞 贊助高倫布 所以高倫布從他發展的脫殿 雙方回來 雙方回來的時候 雙方送給伊莎貝拉 其中還有送一個東西 就是從米酒的新大陸 所造的寒籍也送給伊莎貝拉 所以當時是進攻的 進攻的魯王 後來的時候 我們一直在說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脈絲高到菲律賓 所以西班牙的尊丸 也要怎麼做寒籍呢 團來到導演 團來到魯頌 菲律賓 好 菲律賓的時候 因為這種東西 可以搭檔的時候很方便 帶走 帶走 所以當時是寒籍 就在由導演 由菲律賓路上 就團來到導演 團來到台灣 因為台灣做一個家遊籍 所以在1630人的時候 福建裡面 他開始要定海關的管子 海城 海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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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城 海城線 海頂管管子裡面怎麼說呢 他說寒籍 尊名叫寒籍 因為他是來自什麼的黨員 所帶來 這句話有什麼事 你知道嗎 說中國老早就有人 主張寒籍是 為台灣團團發去的 喔 喔 所以 所以他的管子 這樣記住喔 是 所以簡單來說 寒籍是為米酒 中南米酒 經過西班來的專圍 因為 一方面他改過自己民生的問題 對 一方面他帶來的時候 說這個很方便 就是入送菲律賓 後來的時候 經過專圍的菲律賓 又來到台灣 因為他來到台灣的時候 先休息 先安來 或是說 帶來的時候 之後再去台灣 再去 找到這些菲律賓 再帶來福建 喔 是 這樣一個寒籍 這樣有夠感嗎 原來這樣 他也是全世界 所以那叫寒籍 那叫寒籍 就是外國 是 外國來的 族 還比較有趣 你知道嗎 日本 總之是 日本的又怎樣呢 又從東山 帶來到日本的地方 先帶來 再去寒籍 喔 所以寒籍的人 穿過寒籍叫做東竹 東竹喔 對 東山嘛 東竹東竹 人家家裡 又在河奸 寒籍 還帶來 薑籍 所以薑籍的人 穿過寒籍 叫做寒籍 原來都是一個東西 這樣有出口 又從哪裡 又從這個 薑籍 今天叫做 鹿兒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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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早名叫做薩摩番 喔 是 沒聽過嗎 所以叫薩摩族 喔 所以日本 他們穿這個叫薩摩族 叫薩摩族喔 叫薩摩族喔 就是薩摩嘛 是 簡單的說 日本就有三個名字 今天我叫東竹 東竹 從中國來的 對 那如果中秋人 穿過 叫做薩摩族 因為從澳大外 又通過 是 人家又通過這次 又通過這個薩摩島 就是鹿兒島 所以叫做薩摩族 所以到現在是一個韓籍 你看各自表述 這個韓籍有這麼多公法 原來它是一個 國際這樣通來通去的東西 對 我覺得這個歷史也真的很有趣 而且你看到日本的時候 它在北海島 變成很多的拼增 對 現在在台灣 雖然有自己的氣候 對 所以它也是一個很敵俗 會很好保存的 你有看到這樣 養多少人 在這個人類發展過程 說韓籍 我講得多大 尤其是早期的台灣 這個吃韓籍 沒有人家 韓籍籍 韓籍籍還可以養蝶 韓籍籍也可以做養蝶的食物 對 好像有朋友在說 你知道韓籍籍 以前不是在養蝶 跟我們現在養蝶 有什麼養蝶 有什麼不一樣 就是那三個聽到 你如果想知道以前的蝶 吃韓籍籍是怎麼吃 你就是韓籍籍 一直煮得軟糕糕 對 不要調味 這樣就是在養蝶 對 不過其實 我們這些吃已經都經過改良過了 品種都不一樣 不一樣 所以小人在吃韓籍 現在吃韓籍不一樣 現在吃韓籍很香燥 對 那又是養生保健 很讚的東西 那不是說韓籍還可以出代米飯 還是米粉類的東西 這個韓籍 不是 我意思是說 古早的時候 還要加一個韓籍 叫韓籍 就注意 真的嗎 買靈籍叫 在古早的時候 傳統的時候叫韓籍 韓籍 代表說 他不知道韓籍就是韓 你知道嗎 因為韓籍在台灣太久了 所以大家聽說是台灣本身就有 所以叫韓籍 韓又沒有這個韓的名 對 所以後來這個買靈籍來的時候 就說韓籍 韓籍 是 這開始一開始的說法 是 我覺得這個名字真的很有趣 因為我記得以前媽媽如果說到 這個買靈籍都說韓籍 就是洋人過來的韓籍 現在還有另外這個說法 這也很有意思 是 一開始是韓了韓籍 我就是說 本來已經韓了 還要跟他一起韓 這是我夫婦得爭的意思嗎 不過我覺得也是很有趣 就是大家都沒有在注意說 那個韓籍 那個韓籍 那個韓 就是韓 就已經是外來 所以他其實本來 其實他是另外一個韻而已 是 說到這樣 你看我們近兩次 老師說到這個韓籍 對我們的韓籍跟韓籍 就很了解了 就知道這個歷史 由來 到底是哪裡來的 說到當時 表示我們這有經過的 對 而且老師在說的時候 那個韓籍 胡人 是胡宰的意思 對 這一般已經都爬上去 都不知道 是 是 是 一開始是這個意思 所以就是一定要聽阿正的報道 是這樣 自己學 自己學 自己比較不會跑 都是這樣說 不過今天在老師那裡 學到很多這種歷史 我們自己都已經沒有了解 不過在生活裡面 又聲聲說 接著說 對 我們完全不知道他的意思 所以議員要跟文化 結合就是這樣 是 比較有寫度、跨度、觀度、感度 是 這也是老師一直在強調的這個部分 是 我是當年 我是阿正 非常感謝你收聽 今天的阿正生的報道 我們下廚再會 再會